把泡面上锅蒸 面饼均匀沾水 才能蒸软 这样蒸的好处是 泡面炒的时候 不容易糊锅底 且口感特别好 杨康以后就想吃些胃重的 恢复一下味觉 炒面的酱汁 一定得有甜面酱 剩下的都在屏幕上 最后加些自然会更香 锅里油热 打两个鸡蛋 小散 加洋葱 香肠和青菜 煸炒变色后 倒蒸好的面 尽量炒散 最后倒酱汁 炒均匀 出香味 这样炒出的面条 是干干散散的 而且很香 还很入味